美国一位女孩突然恢复了一段恐怖的记忆 记忆中她看到了自己的父亲 曾在20年前杀害了她最好的朋友 而且所有细节历历在目 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 起初女孩还有些不敢相信 但随着记忆逐渐复苏 她知道这一切就是真的 于是她选择了报案 最终女孩的父亲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6年后竟有人能够证明 女孩的那段记忆其实是被人篡改过的 因此后来本案还被网友戏称为现实版的盗梦空间 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孩的父亲又究竟有没有杀人呢 大家好我是猫探长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从轰动一时的美国起案 被埋葬的记忆一探究竟 本案还要从一位小女孩的失踪开始说起 1969年9月22日晚上9点左右 位于加利福尼亚福斯特城的警局 突然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一位母亲称自己的女儿离奇失踪了 希望警方能够帮忙寻找 据警方调查 失踪的女孩名叫苏珊纳森 阿发史年仅8岁 是福斯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当年下午放学以后 苏珊如往常一样一个人出门玩了 可这一次她却再也没有回来 了解到基本情况后 警方立即在附近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并有大约100名附近的居民 也自愿参加到了搜救的队伍当中 可整整三天过去了 他们却还是没有发现苏珊的踪迹 直到两个月后 苏珊才被人在一条废弃的水库中发现 只可惜被找到时 她早已是一具漂浮在水面上的腐烂尸体 起初警方认为苏珊可能是失足落水而死 可根据法医检测却发现 她并不是死于溺水 而是被人用顿旗击碎头骨而死 显然这必然是一起谋杀案 可由于本案缺乏有效线索 甚至连一位嫌疑人都找不到 所以警方始终没能破案 渐渐地也就成立一桩死案 并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这起案件 却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过去了整整20年后 案情却突然迎来了意外的转机 1989年10月 一位名叫爱琳·富兰克林的年轻妈妈 正幸福地看着两个女人嬉笑打闹 可在不经意间 她却猛然感觉 面前的8岁女儿 似乎与她童年时期最好的朋友非常相像 而这位朋友不是别人 正是20年前离奇身亡的苏珊·纳森 与此同时 爱琳的脑海中还突然闪现出一幅恐怖的画面 她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双手举着一块石头 狠狠地砸向了她的朋友苏珊 而当她看清行凶者的脸后 顿时大吃一惊 因为这位凶手竟然是她的亲生父亲 乔治·富兰克林 刚开始爱琳只当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开始逐渐意识到那并不是幻觉 而是一段尘封已久的真实记忆 并且所有细节历历在目 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 于是爱琳与丈夫商量过后 立即向警方进行了报案 据爱琳所说 在苏珊失踪当天 也就是1969年的9月22日的下午3点左右 父亲乔治开车去接她放学 而在回去的路上正好遇到了苏珊 便向苏珊也接上了车 可父亲并没有直接将他们带回家 而是去了一个偏僻的水库附近 然后父亲就在爱琳震惊的目光中 爬到了苏珊的身上 做出了一些令人发指的事情 紧接着父亲便将苏珊强行带到了车外 用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向了苏珊的头部 最后将它扔进了水库里 同时爱琳还清晰地记得 父亲当时一共用石头砸了两次 第一次苏珊下意识地用手挡了一下 并将她手上的一枚戒指打碎 直至第二次出手 才将苏珊彻底杀害 刚开始的时候 警方完全不相信爱琳的供词 毕竟记忆复苏这种事情 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可当警方翻阅了20年前的案件资料后 却由不得他们不去相信 因为爱琳描述的所有细节 竟都与当年的案情完全温和 或许苏珊死于头骨碎裂这个线索 只要有心去找20年前的报道 都不难知道 可苏珊一共遭受过两次重击的事情 当年却是从未公开过 特别是苏珊手上戴着戒指这个细节 甚至警局里当年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若非爱琳当时在场 显然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 因此警方当即将乔治抓捕归案 同时一场轰动全国的审判 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由于本案并没有决定性的物理证据 所以想要判定乔治是否有罪 证明艾琳供辞的真实性也就成了关键 而按照艾琳的说法 她是在最近才复苏的记忆 可通过医疗记录显示 艾琳却没有得过任何失忆症 这也就是说 艾琳就只是缺失了父亲杀害苏珊的这段记忆 因此乔治的辩护律师格拉斯霍恩格拉德 提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一个人是否能够直忘掉一段本该最难忘的记忆 并又在多年后突然复苏呢 不得不说 格拉斯律师的这个问题确实十分刁钻 就连法官都陷入了沉默 可检方似乎早就料到辩方律师会有此一招 所以早在开庭之前 就已经请来了多位记忆学的专家来到了法庭 并且全部回答的是 艾琳的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 而且还并不显见 是属于创伤后应急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底层逻辑就是 当人们遇到了自己极度恐惧 或者极度不想接受的事情后 有些人就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从而忘记了这些事情 所以只要遇到一些有关的特定场景 曾经消失的记忆就很有可能会重新复苏 比如1980年 一位曾在电梯里被人侵犯的年轻女子 事后就突然忘记了这件事 直到她再次进入电梯 她才重新恢复记忆 1981年 一位小女孩曾因为掉入漆黑的山洞 差点饿死 可被救后 她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直到长大以后 她再次进入山洞才回想起来 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因此艾琳的供词确实可信度很高 可记忆这东西毕竟是虚无缥缈的 哪怕能够证明记忆复苏确实存在 也无法完全排除艾琳是在说谎 所以想要证明乔治杀人 就必须还要找出其他作证 而想要找出一个人犯案的证据 那么先了解这个人的过往 无疑是最简单的方式 据调查 乔治是一位已经退休的消防员 当年51岁曾有妻子有过6个孩子 可奇怪的是 无论是她的妻子还是6个子女 如今都已经几乎完全与她断绝了来往 细查之下才知道 原来乔治表面上是一位受人景仰的公职人员 背地里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暴力狂 而且控制欲极强 稍有不顺她的意 妻子以及孩子们就会受到一顿毒打 特别是在喝过酒后 这种事情就几乎一定会发生 所以子女长大以后都纷纷选择了离开这个家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妻子也同样如此 这也就是说 乔治是属于情绪极其容易失控的一类人 而这种人无疑最容易做出极端的事情 例如杀人 而且警方在调查乔治家里的时候 还找到了很多不堪入目的杂志以及电影 其中有关小孩子的内容就占了七成以上 这也就是说 她一定存在流通情节 而这一点正好与爱琳的描述不谋而合 并在经过警方调查后发现 乔治在苏珊失踪时 正好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而以上信息无疑不在证明 乔治很有可能就是杀害苏珊的真凶 再结合爱琳的供词 她被定罪的概率无疑非常高 可就在这时 格拉斯律师却提出了一个对乔治有利的证据 称乔治多年来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 所以就算她有些特殊嗜好 也不能判定她就是杀害苏珊的凶手 若站在忠烈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格拉斯律师的辩护确实很有说服力 可就在这时 乔治的女儿爱琳却说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秘密 称自己从小就一直遭受着父亲的不道德对待 而且不光是她 就连她的妹妹也是如此 而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那么格拉斯刚才的辩护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同时 乔治将很有可能彻底失去法官以及陪审团的信任 甚至可以说 这件事情的真伪将很有可能直接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 所以法官立即宣布了休庭 要求检方去核实这件事情的真伪 接下来的几天 调查人员找到了乔治的六名子女以及前妻 并逐个对他们进行了问话 最终所有人都证实了爱琳并没有说谎 而且不仅是爱琳遭到了父亲的毒手 就连她的姐姐加尼斯·富兰克林 也是从小大大一直被父亲控制 受尽了折磨与屈辱 虽然按照美国当时的律法规定 侵犯案件的有效追溯期只有三年 已经无法再去追究乔治的法律责任 但在这番恶心的行径外露后 他在法官以及陪审团的心里 已经彻底划分在了恶魔的行列 哪怕没有苏珊一案 他们也都很想将乔治永远送进监狱 所以在此开庭后 乔治毫无意外地被判定为谋杀罪名成立 出以终身监禁 可即便如此 事后法官却还是表示自己非常遗憾 无法将乔治判处死刑 可不案还远远没有结束 事后艾琳成为了大义灭亲的典范 并开始依靠自己的影响力 极力促成一条新法案的成立 希望能够将关于家庭性侵案的有效期 进行无限期的延长 而她的努力也并没有白费 最终她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 首先通过了这条法案 而两年后 华盛顿等地也相继通过了这条法案 以至于艾琳逐渐成为了人们眼中的英雄 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节目当中 并在一次采访中 再次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据艾琳所说 在她15岁的时候 也就是1976年左右 父亲还曾杀害过另外一名女孩 当时父亲是用一把匕首杀害的她 而对于艾琳的话 这一次警方是毫不怀疑 甚至鉴于乔治的种种恶劣行径 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怀疑 她可能不仅仅只杀害了苏珊一个人 于是立即开始搜查往年的悬案资料 最终还真就找到了一位 与艾琳描述相辅的受害者 该女孩名叫维罗尼卡卡西奥 当年18岁 于1976年1月7日下午失踪 第二天被人发现死在公园内 经法医检测 维罗尼卡生前遭受过侵犯 死亡时间为1月7日的下午3点至5点左右 死因是被人用刀刺死 正好与艾琳的描述相符 于是警方立即将艾琳请回了警局进行辨认 当时警方一共拿出了5名年轻女子的照片 而艾琳几乎是一眼就认出了维罗尼卡 因此警方没有任何犹豫 再一次以谋杀的罪名将乔治告上了法庭 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的审判 反而给了乔治一次翻案的机会 因为根据后来的调查发现 在1976年的1月7日当天 乔治正好与同事在参加一场公会的会议 会议一直从下午2点一直进行到了6点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而且消防局内至今还存留着当时的会议纪要 因此在案发时 乔治有着非常夯实的不在场证明 这也就是说 艾琳的这番公词一定是虚假的 而这无疑让乔治看到了翻案的希望 既然这一次艾琳的公词并不真实 那么他之前控告乔治杀害苏珊的事情 难道就不能也是虚假的吗 所以乔治获得了一次重审的机会 并在庭审一开始 乔治的律师格拉斯就提出了对艾琳进行测谎的请求 要知道想要骗过测谎意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除非专业人士或者智商极高的人 所以在格拉斯律师看来 只要进行一次测谎 艾琳说谎的事实自然也就藏不住了 可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三轮测试下来 艾琳竟然全部都是通过 可如果艾琳没有说谎 那她的记忆里又为什么会出现 乔治杀害维罗尼卡的画面呢 而就在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记忆学家 主动找上了法庭 并提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理论 称人的记忆其实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因为人类并不是如录像机那样回放记忆 而是在每次回忆时 都会进行一次记忆重组 所以原始记忆是可以根据别人的暗示 后续事件 执念 或新背景的出现而发生改变 而这种现象就是我们俗称的记忆混乱 可身为当事人却浑然不知 这些事情是虚假的 这也是为什么艾琳能够通过测谎的原因 比如明明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却总会记错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 明明不认识一个人 却总会感觉似曾相识等等情况 都属于记忆混乱的一种表现 更重要的是 艾琳还非常符合发生这种事情的条件 据调查 艾琳由于受过了父亲那样对待自己 令她不得已在很小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家出走 导致她被欺骗走上了风尘女的道路 而这段过往也一直令她耿耿于怀 后来将所有罪责都归结于她的父亲 因此一直以来她都非常憎恨父亲 这也就是说 艾琳很有可能会出现自我暗示的心理 企图寻找一种能够报复父亲的方式 而就在这个时候 咱们之前提过的艾琳姐姐 加尼斯·富兰克林 就正好给了她一个机会 原来艾琳在控告父亲之前 她的姐姐加尼斯就经常向艾琳提起 说她怀疑苏珊就是父亲杀害的 并早在艾琳之前就已经报过警 只不过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警方当时没有受理而已 但姐姐的话却给了艾琳一个启发 便开始大量收集20年前苏珊被害的资料 试图从中找到父亲杀人的证据 更重要的是 艾琳还一直都在接受催眠减肥的服务 而身陷催眠中的人 不仅很容易受到蛊惑 思维也会变得非常片面 所以她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被人篡改了记忆 或者依靠之前阅读的大量犯罪资料 以及自身的执念 在潜意识中自己捏造出一个完整的杀人过程 而且辩方律师格拉斯 还举出了一个证据 来证明艾琳完全有能力 能够自我编制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还记得警方为什么会选择相信艾琳吗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她说出了苏珊被害时 手上戴了一个戒指 以及说出了戒指被砸过的事实 可后来根据格拉斯的调查发现 这条线索当年警方虽说确实没有公开过 但苏珊的母亲却是知道的 而艾琳一直与苏珊的母亲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她很有可能从苏珊母亲的口中得知这个消息 这也就是说 无论你相信艾琳是单纯的记忆复苏 还是被人伪造了记忆 都全部已经有了科学严谨的解释 所以法官也很难判断艾琳的供词到底是不是可信了 而就在这时 格拉斯律师再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仅用了几句话 就让法官不得不倾向于判处乔治无罪了 格拉斯律师说 这本是一期不应该存在的案例 因为记忆始终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任何人都可以无责任的说她突然复苏了记忆 或者被人篡改了记忆 若这次我的当事人最终被判处了有罪 那么未来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指认别人 甚至以此借口来逃脱罪责呢 所以为了维护法律的公信度 我们不应该去接受这种近乎玄学的证据 更不能用它作为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决定证据 不得不说 格拉斯律师确实一语戳中了所有司法人员的痛点 毕竟没有人敢去承担这样可怕的后果 所以在经过深思熟虑后 哪怕明知乔治恶观满盈 法官也还是将他判处了无罪 被当庭释放 至此这期曲折的案件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可有关这起案件的讨论却从未停止 有人认为乔治一定有罪 也有人认为爱琳应该是从头到尾都在说谎 甚至有人说 这起案件在第一次审判时 就不应该将乔治判处有罪 可我却并不这样认为 在乔治有罪和无罪的概率都各占一半的情况下 若我是法官 在审判时我也一定会判处他有罪 毕竟乔治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仅凭他对子女做的那些事 就已经足够让他后半生在监狱中度过了 哪怕是他没有杀害苏珊 判他可终身监禁在我看来 也绝对算不上是一起冤案 那么视频前的你觉得乔治到底有没有杀害苏珊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帮探长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 希望能够留下一个关注再走 咱们下期再见